陽光灑落 繡囚花海層層堆疊 女孩被包圍在花团井出中 这张自然优美的照片上传不到三天 就吸引超过百万点阅率 也让台湾再次站上国际版面 相片中的女孩当时拍摄照片的位置 就位在记者后方 周围不但有色彩缤纷的花朵 还结合了当时太阳照射下来的耀眼光芒 回到现场比对照片 女网友香菇清晨五六点就到现场 只为了捕捉柔和的光线 照片上才能呈现从云缝中透出来的光线感 另外被花海包围上下左右 都是绣球花的美感 则是花朴业者刻意营造的用心 真正的现场是一大片勾勾滴滴的斜坡 凹洞处被业者刻意种上绣球花 无论是谁臭女星都会大爆发 因为我们本身自己也会在网路上看 一些客人po的文 然后一些照片这样子 然后看有哪些缺点 我们自己也会改进 因为你平面的拍起来真的没有那个震撼感 所以我们还是做一些高级穿插 除了挑队时间地点 服装穿着也要跟现场搭配 才能拍出和谐美感 这张百万点月之后 绣球花不管是远景或是近景 都是蓝紫色系 女网友香菇也因此穿了深蓝色的衣服做搭配 即使现场还有红的黄的白的各种颜色的花朵 跟服装不搭也不是拍照首选 马马游客站在金黄步道上捕捉花丛美景 但大道秘境选择 小道绣球花的高度 每个小细节都需要小巧思 百万点月率才能点滴累积出来 记者张朝成梅凯婷 台北采访报道